是约20 觉得是约20 解放军来了 看到很多视频上都在喊解放军来了 说实在话 这对于我来说 我心里边是很暖的 新冠疫情突发过 当时有幸参加了这次任务 把我们更多的医护人员 和我们的物资送到武汉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大型民主席对于我们 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性 是我们的一个力量 让老百姓更安心 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其实第一次走进运20 我觉得这是一种震撼 特别是当我踏进了加尔昌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我们国家 国力的一个快速发展 以前我们空军运输机来说 可能只是运送比较少量的一些物资 但是现在我们一架飞机 就能拉上他们以前数架 才能装下的一些物资或者人员 他可以快速地把我们的人员 物资乃至我们的其他的装设备 快速地投送到一线战场 2020年我们去高加索演习 人家外国军人就问了一句话 你们中国军人是怎么打仗 我们应该怎么打仗 是现在战争应该让我们怎么打 我们就应该怎么去练 强军梦怎么才能去实现 就靠我们平时的技战术的一个训练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备战打仗的一个理念 为什么我们说冰柜神术这个词 冰柜神术要的就是要快 要飞得是远 现在我们运20这款运输机具备了这个性能 我之前飞执行一个国外任务 我就长时间飞行了32个小时 能够看到自己研制生产的国字号云耳林飞机 去飞往异国他乡 这在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每次我们飞到国外外国军人 与我们热情的交流 最多的话题便是我们云耳林飞机 让他们非常的赞叹和惊叹 他们更多投来的是一种羡慕 和一种佩服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空军在短短十几年的一个发展 飞速的一个发展 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我们中国空军 已经排上了世界空军的一个前列 能够坚决捍卫祖国的蓝天 强军十年 我们不管是从部队的一个装备 还是我们的技术水平 乃至我们部队的一个面貌 都有一个很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一年一个变化 到我们一年几个变化 我从一个飞中小型飞机 飞上了我们国产自主研制的一个大型战略运输机 从运7到运20 这一个十年间的一个变化的话 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力的增长 随着我们军力的强化 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大型的一个运输机 或者飞机等着我来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